Hello,大家好,我是指导老婆的老婆哥,俗话说的好,入对圈子跟对着 今天的老婆哥给大家上三件藏品,这三件藏品都是非常漂亮的 其中有两件是我们这种创绘时期五六七的粉彩的 然后有一件是民国的,民国的一个瓜棱形的一个精品的 这么一个葫芦瓶,它是一个五彩的,我们最后再介绍 咱们首先看咱们这种创绘时期五六七时期的粉彩的花盆 这个是一个六边形的,是非常精美非常漂亮的 它比我们圆形的做工工艺肯定要复杂的多,它一共会有六个面 我们看一下这六个面都画有通景的山水人物的这么一个画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作特别像我们桂林山水的这种风景 然后这会有渔船,渔船上面会有人物 然后这也平台楼阁,这个画的还是比较细路的 还是去向于可以的,它都是存手绘的,这又有一个渔船一个人物 然后远处会有一个帆船,我们在它的口岩上会有一个蝉枝花卉 然后下面也会有一些江崖海水纹演变过来的纹饰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足胎底,底足胎底漏胎处是十分干老 我们看一下,火势红也是比较明显的 就它的火势红跟我们清晚民国时期的火势红还不一样 它只是有一些干老,它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它这个是特点带有一个圆托,圆托也是六方形的 非常精美,底下会有一个款式写的中国景的镇质,梅丽因差的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七十年代的一件东西 属于真真正正的五六七的,现在五六七的这种东西 价格也在层层的在上涨,特别是我们景的镇 但是这一件东西逃来的价格比较低 这个是一个回流回来的,从国外回流的 全品项,没有任何的科问充限,消费声,任何的问题都没有 给大家一个超低价格,喜欢结缘价 而且是一个六方的,又是一个山水人物的 确实是真正的五六七的,包老刀袋 喜欢的话,咱们两个绝对是超低的这么一个志愿价 今天的第二件藏品是一对粉彩的瓶子 这一对粉彩瓶子也是我们创会时期五六七的 这对瓶子,这对瓶子画的还是比较漂亮的 难得成对,也是一个后配的对 它并不是一个原装原对,但是它的图案是相同的 我们看一下,包括它的花鸟画的是一模一样 包括我们正好这个图案能对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给它配了一个对,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题材,我们可以管它叫喜鹊登眉 或者叫富贵白头都可以,这是一束梅花 然后上面有两只喜鹊,下面有一个大只的牡丹花 也代表着富贵,富贵到白头,或者叫做双喜临门 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上面的纹饰 上面是一个蝉织莲的纹饰 或者是一个蝉织花卉的这么一个纹饰 最上面是一个如意的纹饰 它的肩部也是由如意的纹饰 跟蝉织莲的纹饰组成的,最下面是一个联半纹的纹饰 我们看一下,底下会有一个底款 底款写的是乾隆年制 是一个乾隆年制的底款 老霍哥说过乾隆年制乾隆本朝的比较少 然后像这种印章款的话 它一般都是属于流行在我们清晚民国创会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创会时期的 包括我们修胎修无方式 看了吗,它修胎修无方式比较平的一些 比较圆滑一些 这个通过胎制的,胎制也干扰了 不过我们的胎友结合处略微泛一点点火势红 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五六七时期的 就是属于一个真真正正的五六七的 那么一个狮文花鸟题材的一个粉彩瓶 咱们看一下瓶子到不到五六七时期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胎 包括它的款式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胎 底胎我们看一下 底胎也已经比较干老了 就像我们所说的这种干水泥的这种状态一样 我们要聚不上交 然后底下会有一个款式 款式写的是乾隆年制 乾隆年制也跟大家说过了 乾隆年制它就是那么几个时期 然后这个底款跟那个底款还不一样 这个底款是写的是 打的是景德镇值 景德镇值的这么一个底款 但是它都是属于我们五六七时期的这种款式 包括我们底胎的干老程度 这个同样也是非常的干老 而且带有一点火石红 还是非常开门的 然后后面也是带有诗句的 那么两个瓶子后面的诗句 画片一样 诗句略有一点点小不同 诗句大家可以自己去解读一下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 但是整个画片都是一样的 包括底下的装饰 包括口言的装饰 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画片也是成对的 唯一区别就是我们诗句 跟底款略有一点不同 但是东西确实是可以配成对 也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咱们一支是全微品 没有任何的客户出现 另一支是瓶身上有充现 所以说这个价格就非常低 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 这支是买的 这支是送给大家的 给大家一个超低的 包邮的这么一个市场价格 喜欢的话 咱们就是价格绝对是超值的 像这种画的确实非常细路 包括我们的甜彩 甜彩也是非常的规矩 规矩矩矩的甜彩 画的也是比较细路 这么一个花鸟的瓶子 像这种东西 不用多说 贵的这么一支价格 也得一千多块 何况这是一个真真正正五六七时期的 而且这个是带一个千六年制款 这个是带一个景泽正制款的东西 像有的朋友 会拿千六年制款当民国的卖 但是老红哥会给大家说清楚 东西就是一个五六七时期的 难得成对 价格绝对是超低的 980块钱这个价格 就是一个放入价格 让大家减露价格 像这种东西随随便便的拿出去 肯定是在一千五以上 那么咱们来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藏品 确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 而且它是一个五彩的 我们看一下五彩带牛巾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富丽堂皇 特别是我们这个主画片画的 这么一个大大的凤凰在上面飞舞 这是一个吉祥的一个祥乐的一个象征 确实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舒展 而且我们这个葫芦瓶非常的有特点 这个葫芦瓶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刮棱型的 这种刮棱型的工艺要非常的复杂的多 它并不能拉坯成型 这种东西拉不了坯 所以说它必须要是什么 是印坯 就是两半有模具去印 印完了以后 把两个坯两半对粘起来 然后把它捏合好 然后入窑去烧造 东西工艺要比我们这种拉坯的要复杂的多 也费工费实 特别是在上面绘画 更是非常的费劲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凹面曲面非常多 我们在这种瓶子上绘画 增加了我们绘画的难度 所以说这种东西它肯定是要比我们方的 或者是比我们圆的 它的价值品级等级都要高一些 都说一方顶时圆 其实我们刮棱型的也是 同样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 我们这个葫芦瓶 它的高度是18.8厘米 这个数字也比较好一些 跟我们这个葫芦也是非常相衬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主画片 主画片 首先我们看一下葫芦的上缘 葫芦的上缘 画的是我们这种连半纹 跟我们这种鹰洛纹组合的这种纹饰 而且它有繁红彩 有粉彩 带苗筋 就是说我们五彩的这种东西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特别是我们凤凰 凤凰也是 我们有绿彩 有蓝彩 包括有繁红彩 有苗筋彩 组成了我们凤凰 凤凰是展示飞翔 画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旁边点缀着一些花卉 然后我们再看葫芦跟葫芦相接的这种纹饰 是一个蝉枝牡丹 或者是一个蝉枝花卉的这种纹饰 也是非常漂亮 最下面我们是一只大树的梅花 画的也是折枝的这种形状 非常舒展 非常漂亮 底下会有一个冻石 假山冻石这种造型 然后我靠我们后面会有两只春艳 这种题材 非常漂亮的 而且纹饰非常的优雅优美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胎底 胎底的东西是非常怒 这种胎基本上很接近我们这种清代的这种胎 就晚清的这种胎 也有一点怒化的这种感觉 胎有结合处 而且略微会有一点点的饭或是红 这是一个玉碧底 这种东西还是非常开门的 是一个 因为卖家当时他认为是晚清的 就是有一些争执 老国哥还是认为偏民国一些 这个东西就是晚清民国的这么一件东西 最后我们也是找专家给鉴定了一下 专家也是认为是民国的东西 东西也是非常盗带的 包裸盗带的民国 是没有任何的争议 品项是接近了全美品 基本上就是全美品 他没有后天形成的磕碰充线 摇裂 所有基本上都没有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美的 特别寓意又吉祥 葫芦葫芦又代表福禄 而且是我们白鸟嘲讽的 引得凤凰来 这种纹饰是非常美的 又是五彩的东西 他要是唯一使劲挑挑毛病的话 也就是先天在我们里面 里面会有 他是两个印模的 他是两个印模对接的 对接的话 有一个小缝隙没挂上釉 我们看他两半 他是沾接的 那块有一点点没挂上釉 他首先老贺哥给大家说 一不是摇缝 二也不是冲线 他就是两半 两半的那块有一点 靠下面没有挂上釉 外面是任何问题没有 外面任何问题没有 像这种东西市场是非常手见的 特别像我们这种刮棱型的 对工艺复杂的 他又是一个五彩的 而且又是一个凤凰文士的 非常难得的 这么一个白鸟嘲讽 或者是引得凤凰来的 这么一个画片 难得这么精美 确实是 这有一种仿我们康熙实行的风格 东西是开门大佬的 是一个系统的一个东西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这种东西难得全品全美品 而且尺寸18.8 寓意非常的极小 喜欢就不要错过 像这种东西肯定市场 有可能就至此一件 第二件你很难再遇到 因为老国哥这么长时间了 这是给大家上的第一支 这种类型的五彩的葫芦瓶 还是值得我们收藏的 这个回去买一个景格 把它装到景格里 绝对是高端大气上导似的 这么一件东西 价格也是远远低于市场下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 可以联系老国哥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的视频老国哥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喜欢老国哥的视频 请在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国哥长按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咱们去点一下关注 那么以后找老国哥的视频好找 我是希望大家 都能入手到真品美品 而且价格低廉的老东西 感谢大家对老国哥的支持 谢谢大家